大家好,我是小玉老师 这一节课我给大家带来一款茉莉草莓奶茶 但是呢,它只能做冰的,和大家说一下 它主要需要用到的原材料呢 一个是我们的茉莉小白芽 一个是我们清淡型的奶精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新鲜的一个草莓酱 然后呢,有条件的还可以加一点寒天惊动 也就是我们的脆波波 好了,简单的原材料就介绍到这里了 首先呢,我们教大家来泡这个茉莉小白芽 首先啊,我们取一个凉杯 然后在凉杯中啊,倒入50克的茉莉小白芽 那它这个是个配比啊 我们是50克的茉莉小白芽 然后呢,我们倒入进去了以后呢 我们下一步是加水 我们的水用的是1200毫升的水 但是一定要冷到80度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茉莉它的水温一定要是80度 这样泡出来的味道才会不那么色 才会更加的清新自然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 我们来撑水 这个是啊,我刚才量好的1200毫升的水 但是呢,这个1200毫升的水 我们要给它冷却到80度 因为现在的水温有点烫 我们拿个温度计,给它冷却到80度 然后80度呢,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已经80度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泡茶了 好了,我们直接把80度的水啊 直接冲到这个茉莉小白芽上面 然后呢,盖上盖子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给它计时8分钟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就给它这样泡着 我们在泡着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开始撑冰块 我们再取一个凉杯 在凉杯中呢,加入800克的冰块 因为我们是冷泡嘛 所以是需要冰块的 我们加入800克的冰块在里面 一会儿直接把这个茉莉小白芽 直接给过滤在这个冰块上面 这样搅拌均匀呢,就变成了冷泡 我们水果茶做的时候直接就是冰的 非常的方便 夏天呢,喝奶绿啊 这些都是很方便的 而且我们用冷泡的话 我们的茶汤呢,保持风味啊 更加的长久啊 然后我们拿一个茶袋放在上面 然后这个茶叶呢,马上就泡好了 我们泡好了以后就可以过滤上去 好了,时间到啊 8分钟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茉莉小白芽给过滤上去 我们这个茶袋呢,把它稍微往上提一下啊 然后就这样过滤 直接过滤到这个冰块上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白芽的茶汤是非常的金黄透亮的啊 因为它这个茶叶全都是茉莉毛间做的啊 口感是比较好的,非常的自然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啊 我们这个过滤到最后这个水,大家看了吧 一滴一滴往下滴了,这个水就不要要了啊 会非常的苦 如果这个水全部都滴进去了 或者压一下茶的话 那会非常的苦的啊 就不要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拿个8勺,把它给搅拌均匀 这样呢,我们的一个茉莉小白芽的茶汤啊 也就做好了 大家如果自己有茉莉绿茶的话 也可以按照这个配方做啊 也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茉莉小白芽的茶汤 非常的透亮 夏天用呢,是非常好的 我们大家做的多啊 可以把我这个比例啊 给它放大 刚才呢,茶汤啊 我们叫大家泡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一杯啊 茉莉草莓奶茶 我们首先呢 取一个500毫升的雪壳杯 在雪壳杯里面啊 加上我们两勺半的清淡型奶精啊 这个奶精呢 只能用清淡的 龙香的千万不能用 两勺半的清淡型奶精 然后呢 我们加完了以后啊 我们加入40或者50毫升的热水啊 倒入进去 把它搅拌均匀 40或者50毫升的热水就可以了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我们加入我们的草莓酱啊 专用草莓酱35毫升啊 专用草莓酱35毫升 加完了我们的这个草莓酱以后啊 我们再加入我们的一个果糖啊 果糖我们加入多少呢 果糖大家对甜度都不一样 但是呢 我加入是15毫升啊 15毫升的给果糖 然后呢 我们果糖加入好了以后啊 下一步我们加入我们的茉莉小白牙的茶汤啊 150毫升 150毫升的茉莉小白牙茶汤 然后呢 我们加入大量的冰块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一杯奶茶只能做冰的 我再说一下不能做热的 想做热的 我后期视频还会再更新啊 这一杯奶茶是只能做冰的 冰块已经要加入大量更好喝 然后加入完冰块以后啊 到500毫升的以后啊 就是整个啊 就到了500毫升的以后 我们呢 把它盖子给盖上啊 把它雪刻摇匀 大家呢 摇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它给摇均匀啊 因为果酱呢 还有这个果糖比较浓稠啊 不容易化开啊 一定要把它摇匀 摇匀了以后呢 我们取个500毫升的杯子 我们在杯子啊 加入一勺椰果 或者是寒天惊冻啊 然后呢 把我们的奶茶啊 倒上去啊 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呢 我们一杯啊 茉莉草莓奶茶就做好了 它是非常的好喝 然后非常的清新的啊 它主要的口感呢 是清新的草莓味的奶茶的口感 然后呢 大家这样看一下啊 我们一杯啊 茉莉草莓奶茶就做好了 然后呢 这一堂课啊 我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啊 大家有任何不懂的呢 都可以问我啊 关注我 叫你做更多的奶茶音品 关注我 感谢观看